玉池西这段时间修炼还是有效果的,她已经可以利用自己修炼的灵力帮助自己爬行了,而此时的玉池西才四个月而已。 能爬了,玉池西就不要人抱着了,每天爬着四处乱窜。 宫女和静怀安跟在她身后,生怕她磕着碰着了。 玉池西爬得很快,她爬着爬着就看到了玉池峰。 玉池峰现在才五岁,圆嘟嘟的一小只正在玩波浪鼓。 这波浪鼓还是昨个娘亲给她的,玉池峰今天就迫不及待地拿了出来玩了。 看到玉池西,她眼睛一亮,快步上前拿起手里的波浪鼓,朝玉池西摇了摇。 小九,你看,我也有了。 玉池西无语,小屁孩儿,还来我面前显摆了。 玉池西张嘴就是一声,啊。 知道你有了,我也有啊,我还逼你走完了好久呢,你别瞪死。 小九,你都没拿出来玩吗?那你要不要玩我的?我可以借给你玩一下子。 玉池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,瞧着小九那软萌软萌的小脸,他就忍不住想要讨好他。 仿佛只要他冲他笑笑,他就会很开心了。 玉池峰平时也没有好朋友,哥哥们也不怎么搭理他,他也是很孤独的。 现在好不容易多了一个妹妹,他自然想和妹妹搞好关系。 所以之前,哪怕他是很想要,他也没想过抢妹妹的。 哎,我有罪啊,我刚刚的想法真是不对,没想到你是这么可爱的孩子啊,我真该死。 玉池西看向玉池峰的眼神,十分的和蔼。 好孩子啊,好孩子。 玉池西啊了一声,白白手。 但是我不要啊,我有呢,我怎么可能抢小孩子的玩具呢? 宫女在一旁看着,笑着开口。 八皇子殿下,小公主也有这样的不浪骨,怕是玩腻了,正当也是不想玩了。 玉池峰有些失落,他低声嗷了一声。 哦,那小九,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玩? 玉池西点了点头,玉池峰立马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嘿嘿,太好了。 玉池峰让天生太监去拿了他的玩具过来,分享给玉池西一起玩。 玉池西横竖没事儿,就陪他玩玩儿。 两人正玩着,就有一名少年跑了过来。